是不是觉得你的笔记本使用了几年后越用越慢呢?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怎么在三分钟之内升级笔记本 话不多说,开后干! 这些小螺丝机的收好,因为很容易弄丢 打开后,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可以升级或替换的硬件 例如内存、机械硬盘、固态硬盘、电池和网卡 如果你的笔记本像这样,有多余的空置卡槽 那买多一条内存,加上即可 升级就是这么简单,一秒安装搞定 安装好新的内存后,先别急着盖上后盖 我们先开机试试 通常系统侦测到新的硬件,会有提示界面出现 看到这个表示内存已经成功被读取 进入系统后,我们打开TestManager任务管理器 在内存的栏目里可以查到内存的基本规格 容量、第几代、频率、卡槽数目等等 切记,购买内存前一定要查清楚 笔记本的卡槽数目和内存的规格 不然买错内存是很让人抓狂的 盖上后盖,一台满血复活的笔记本诞生 再战几年都没问题,而且还环保 虽然说你当然可以买一台新的,但… 自己有多少钱,心里还没点数吗? ok,bye